看 兄弟们今天要搞这一块大石头 我看一下能不能搞起来啊 应该是 五六十斤是有 因为平时的五十斤的话是很轻松 但是这个有点难 五六十斤了 这个有点大呀 今天把它切掉了 这个呢 我们家里的机器是切不到 我们准备拿到外面去切一下 今天也是又切了一堆 今天呢是这一块是最大的 因为切不了 等一下我们拿出去 我先看一下表现 皮壳其实这个料子 放了久了应该是 这种东西就放了久了 我们打灯看一下它这里面有表现没有 有表现了 有点表现 看到没有 这个有点表现 它整个石型的话看起来裂很多 因为边上密密麻麻的 但是这个也不好说是全部会进去 而且它这里也是开过一下仓 这里开上的地方看到没有 打个灯看一下种水 开上的里面是一个小弩种 主要是这个大 大的话就是看看有没有独独手镯吧 我们看一下哪边有个大猎 我记得啊 我刚刚研究了现在哪里有个大猎 今天我拿出去把它切了 好 兄弟们这个30多公斤的石头 我们已经切回来 我们来看一下 好兄弟们这个大的 我们就已经切好 这个把我的小毛驴给压趴了 我来看一下 看 这是啥情况 切两刀 我也是啥东西 冰种冰种啊 看下他这个冰种是啥东西 冰种大理石 看下这个冰种是啥东西啊 哇 这么厉害的冰种 哇 冰种大理石 果然不一般啊 像是碎的 应该切了两刀哈 这里切了一刀 这里又切了一刀 我觉得切一刀就行了 浪费钱 切刀不便宜 这么大一个哈 哎呦 切了他又切了刀 我叫他切一刀 他给我切两刀 我的天 就是传说中的冰种大理石 这皮呢 其实是 真的是没皮哈 这真的是没皮 之前也跟他说了 这个没皮 不信 他还说人家多少钱漏给他的 这一看就是 这外面 风吹乐晒的 啥的 弄的是这种哈 也可能人家做假的 其实这本身这是一个很嫩的料子 他这个白的外面 外面跟里面的一样的 这些粉丝从浙江 用了1000多公里过来啊 给他切的 上次我就跟他说了 这个没希望 因为刚刚拍视频 我又不好意思 先说 每次拍视频都 我都先说 哎呀 这个不行 切该不行 所以说 先咱们先不说 让大家保持一个神秘感 切个来大理石 直接扔了 兄弟们 下次也是这一块啊 你看这一块跟这块应该是差不多大的 看到没有 这几块抽空也给他切了 这东西希望的不大 但是不大也把它切一下 兄弟们 不好意思啊 今天又是表演的一天了 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吧